黑袍纠察队第五集终于了 原来杨能在天上飞 紧接上级剧情 在知道爆头里纽曼手上有对付阿祖的药剂后 比利弄来了特赦令把炸鸡叔放了出来 于是炸鸡叔把比利带到了一个偏远的小屋 说这就是纽曼的秘密基地 可刚来到门口 比利就看到了这里有被入侵的痕迹 而墙壁上则是布满了血手印 说明这里肯定发生过不好的事情 当来到地下室后 大家看到了洗手池中已经破损的五号化合物 一旁则是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笼子 里面的动物已经消失不见 唯有一只小兔子还在笼子里 虽然比利大部分时间是个混蛋 可现在他善心发作把兔子放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洗眉子表现得很开心 可比利却老脸一红有些不好意思 在仔细检查后 法兰奇发现这里的药剂都不见了 正当他和老黑讨论的时候 却发现两人的鼻子中都不约而同冒出血来 门帘突然被人掀开 趾高气昂纽曼带着手下走了进来 纽曼不想和炸基书扯淡 他只想知道萨米尔到底在哪 原来萨米尔就是研究药剂的科学家 他原本应该在实验室中和现在却消失了 看到纽曼出现星光已经准备动手 但炸基书居中调停 让纽曼相信这件事他们也是刚来不知情 所以大家赶紧来到庄园里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线索 比利突然间看到仓库的门在闪动 他率先拿枪走了进去 在这里发现了萨米尔助手的尸体 但不知为何他的尸体上还有个鸡蛋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鸡解决了比利的疑问 原来是鸡被注射了五号化合物已经变异 他还顺便干掉一个人让大家看看他的本事 看到这一幕大家都疯狂开枪 星光刚想动用能力 却发现鸡血居然让自己的能力失效 所以值得袖手旁观 而炸鸡叔眼看就要受到致命打击 这下比利有点忍不 所以他只能带头逃跑 顺便还把仓库的门给插住 免得击出来危害人间 人不在仓库 大家都往树林里走走 比利来到森林 发现里面有点动静 走进去一看原来是自己好心救下来的那只兔子 但不知为何躺在地上不动 当比利好心靠近的时候 这下比利明白了 自己真的得把兔兔给送走 刚给兔兔送完钟 比利快走几步想要赶上大部队 谁曾想他身后的栏杆突然被撞倒 有了刚刚致命打击的经历 大家意识到这牛搞不好也很难搞 尤其是嘴呆白沫眼神几奥 好像一言不合就会开弹 为什么牛在天上飞 原来真的不是有人在地上吹 也可能是绵羊带他飞 所有人都快要被吓尿了 可为了不在大家面前尿裤子丢脸 所以他们还是把尿给憋了回去 因为现在还是跑路要紧 但此时追他们的羊却有了狗脾气 他们越跑羊就越追 直到所有人躲在仓库里 羊被关在了外面 大家这时候才惊奇地发现 萨米尔就在这里 纽曼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上去 就抱住了萨米尔 原来萨米尔既是科学家 也是他的老公 在20岁时 纽曼就和萨米尔好伤了 萨米尔也解释了 为何发生外面的情况 即便如此 萨米尔还是留下了一针 生存还是死亡 这是个问题 如果想要大家全都活下来 那就一定要把这唯一一针 注射在助手的尸体 当羊吃下后 那羊就羊了的羊 彻底死翘翘了 事实证明计划很美 他们想得更猛 虽然尸体被丢了出去 羊也按照计划师了 可他们却直接撞起了仓库 沙土不断落下 大家心里忐忑不安 突然间门那边传来了声音 奔跑奔跑我的朋友 今天就是看谁命比较大 事实证明脸黑的人运气也比较黑 羊找到了老黑眼看就要动作 看到老黑的脸背下来 羊被恶心到了不听呕吐 吐完他就羊了的羊彻底刮掉 原来天上不仅会掉线笔 还会掉羊下来 可扭曼这时候发现自己老公不见了 哎哎哎我老公呢 我那么大一个老公呢 警察找到了扭曼 说那么大的一个老公就只剩腿了 扭曼天天哭着喊着要抱大腿好干掉阿鲁 这下老公就只剩下大腿了 而炸鸡叔则是被诡计多端的比利又抓了起来 因为比利和炸鸡叔的约定是找到药剂 现在药剂没了 他自然要让炸鸡叔重新做梦 只不过纽曼有点不太能接受丢了老公 又丢了老爹一样的炸鸡叔 所以他私放人犯 由于没人知道所以也不能罪不容诸了 同一时间比利则是潇洒的和连条局的人下车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得萨米尔的腿 纽曼也不会相信萨米尔真的没了 比利干净利落地承认自己就是混蛋 他抢来萨米尔就是为了让他接着工作 这房子也饿了 你的工址 什么工址